汇集了中日当红明星的电影夜上海 在封闭拍摄了一个月之后 于昨天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媒体发布会 导演张一白率领演员赵薇 与日本演员本木亚红等出席了发布会 由曾知道过开往春天的地铁等片的导演张一白率领 赵薇 郭品超 冯丽等四位中国演员坐镇 本木亚红 总本高时等六位日本影星全体出动 中日合拍的电影夜上海的新闻发布会 声势浩大 别具特色 夜上海讲述了由本木亚红出演的日本顶级化妆师 迷失在上海街头 偶遇了赵薇扮演的出租车司机 这两个同时在感情上陷入低谷的人 试图跨越语言的阻力去了解对方 由此引发了一段浪漫而美好的爱情故事 首次在片中出演一个低视司机的赵薇 在经过一个月的拍摄后坦言 这次的拍摄经历带给了她相当新鲜刺激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特别 对于我的演了很多电影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有日本的演员 香港的演员 台湾的演员 行行正正的演员 我觉得在这一个特别多元化的一个组合里面 对于表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新的一个启发 所以对我来说很刺激 在片中与赵薇演对手戏的是日本演员 本木雅红 虽然在戏里两人是各说各国语言 可发布会上 本木雅红却出人意料的说起了中文 大家好 我叫很多杨红却出人意料 请特特点交 我一直在上海 我对上海的变化很惊讶 那个 我一直在上海 一上海 很美很安忙 我很幸运 江一白 江一白他自己的手柄 我最大感激起来 江一白他很漂亮 人本以为只是礼貌性的来两句中文表达友好 可本木雅红大段大段的说中文 还真是给了中国记者们不小的惊喜 这也足可见 在这次穿越语言阻力的电影之旅上 中日两方合作的也是相当的融洽 据了解 由于夜上海90%的戏份都是上海夜戏 所以中日两国的主创们 还将继续过夜猫子的生活 而不久后 他们将转战日本完成10%的白天戏份 有关该片的拍摄情况 请关注本栏目的后续报道